各位好,今天就想跟大家讲讲Soledity智能合约 这个以太币大家炒得多 但是怎样写智能合约在Blockchain里 可能大家就少留意 我们就是要用Soledity Program Language 去写去Ethereum 这里 写去Blockchain 但是它有什么用和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看回香港01曾经有报导 就是区块链工程师的工资年薪过8万 你看到年薪到118万港币 至到137万港币 比起平时一些普通的软件工程师高20万 它在这里提到 最重要是有自学能力 不要变成坏了的人 以及 你留意JavaScript和Soledity都很相似 所以如果你本身认识JavaScript 就对Soledity很有幫助 如果你本身认识就好了 如果你本身不认识 你也想学的话 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会额外再做一次JavaScript的教学 因为始终可能有人喜欢炒东西多 比直接写Program 而我本身就是一个写Program的人 所以如果教这东西都不是一个问题 那香港有没有用的呢 那这个不就是说美国呢 那其实就不是 因为你们知道 亦都是可能玩就玩得多 就是这个Sandbox 那Sandbox 其实就是香港的Andy Mockup Brands Andy Mockup Brands 就是 现在就聘用这大堆人在这里 那你见到呢 那你见到呢 只是拿它这些Game 都聘用很多人 那我们呢 就是选了其中一份工 就是Blockchain App Developers 那你见到呢 它其实呢 就是 呃 这里呢 都会是需要认识 这个Smart Contracts的Deployment 以及Development 那所以呢 这个呢 是非常之有用 你见到呢 它也是需要熟识JavaScript Weg 3 和Decentralized Web 那所以呢 你懂得JavaScript 和这个Solidity 已经很有竞争力了 那所以呢 就不需要 那么夸张 是什么都懂得了 那这些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边做边学 那 我们现在即刻回到 如何学这个Solidity 那你只要打 Crypto Zombies 在那个Google上 已经找到 这个用Crypto Zombies 去学这个Solidity 那呢 你是可以选择中文的 但是呢 一选择中文呢 就 变成了简体 所以呢 就不太方便我看 所以我就变成英文了 那所以 如果你是 觉得中文方便一点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择中文 那我们呢 就Get Started 最重要它是It's Free 那所以呢 我们进去 那呢 这里呢 就有 几个Course 那我们呢 Go through 这个 Beginner 去到 中间 即是 中挺实力的 Smart Contract 那 那我们第一个呢 就去 怎样去做一个 Zombie Factory 喪丝工厂 那我们就按 Start Course 那其实你可以 登记的 那就可以 记录回你的 过程 那 但是我就 没有登记了 那 大家记得登记 那我们按 Making The Zombie Factory 那 那第一个呢 就是 Lesson 1呢 就是介绍 这个 这样的 喪丝 那这个喪丝呢 是有点像我们平时的 NFT 如果你记得 我做NFT那一堆呢 都有做过不同的Layers 那 那这里呢 你会见到呢 它有 7 7个头 那呢 也都有呢 是7个眼 那 这个呢 就是 好像我们的Layers 有分了很多Layers 是 Drain了不同的NFT 那这里呢 就有 100多个 200多个 那 那这里呢 就介绍回 Zombie的DNA 那 而每一个Zombie 每一个喪丝呢 都有 一个 Random 即是随意 和 独特的外表 就好像这样的 那 那 我们的工场呢 也都会有一堆 这些 专丝 那 而这个工场呢 亦都会有一个功能 去创建 这些 专丝出来的 那 首先介绍回 它说呢 这一堆数字呢 就是DNA来的 而 每两个数字呢 就是 代表着一个特性 那 如果你看回呢 这个字 根本就是NFT 就是每一个NFT里面的特性 他说83是代表着什么呢 就是 头两个数字 但是就是代表着个头 那所以呢 他说呢 那究竟是选 哪个NFT呢 就好像这里 他就告诉你 就是把83 这个呢 这个就是MODE7 意思就是 83 除7 之后的余数 那由于呢 就很难在这里 写给大家看 那所以呢 我就用了 这个计算机 就将这个 即是你幻想的是 这个我们平时 小学生 写呢 好像这样写的 那我们呢 现在就要找这个余数 那呢 就是将这个83 除7 再Calculate 那呢 整个公式呢 已经写出来了 就是 你83 除7之后呢 就个余数呢 就是6 那跟着呢 他就是说呢 将这个6 再加回1 就是7 那所以呢 如果他那个 头呢 是83 那呢 就是说 我们呢 就要选 第七个了 所以就是第七个头 就是这样的头 那这个纯粹呢 就给我们 试下玩一下 那叫我们试下玩一下之后呢 就可以 去下一版 那我们呢 下一版呢 就会开始 做一下 怎样可以 做一个 智能合约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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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